太神奇了 你看那个地方 老师我好像发现了一只 你眼神真不错 你俩看的都不是一个地 这是一个方尾翁 它头是方的 它头上有个小头关 这一身又回去了 它尾巴形状其实是方的 所以叫方尾翁 看它眼睛显得特别大 因为它很多时候都是在零下 光线不是特别好 所以需要一双大眼睛 这样来遍运它寻找猎物 好喜欢它 什么地方 熊猫基地从渐远以来 陆陆续续的已经记录了200多种 是成都所有的公园环境里面 鸟类的多样性最高的地方之一 这么厉害 对对对 很多人估计都不知道 大熊猫基地 其实是个适合观鸟的地方 对 来都是看熊猫的 对对对 老师 我感觉我好像又发现了一种鸟 嘴巴红红的 而且是两只站在一起 这叫红嘴相思鸟 一年四季 经常都是这样沉对沉对活动的 那类似一只中井勾嘴梅 你可以看 这天哪 比较明显做人就是比较长 稍微有一点点弯便于 从树皮里面这样的抓虫子 把虫子给勾出来 您看那个地方 那个那个 白鸭皂梅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对对对 How old are you 小熊猫的窝窝头 好多鸟都在吃 特别是它里面像有燕麦啊 这些古物 也是小鸟的最爱 所以我们今天收获破风 真的看见了有偷吃窝窝头的小鸟 嗯 我们现在就看到滚滚就在我们前方 我们现在就去它的那个活动场 看看今天够不够好运 能够直接抓到我们的飞天小道 刚刚这草地上就有滚滚的毛发 老师滚滚是也有脱发的烦恼吗 滚滚不会脱发 但它会掉毛 它会掉头发 它也掉头发 特别是到春秋季它会换毛 但是猫的毛本身保暖性能比较好 对于鸟来说 肯定也是很好的保暖的材料 我发现它会挠痒痒 在气甲上蹭来蹭去的 也会把它的毛给蹭下来 所以这也是跟滚滚做邻居的好处 就是不愁筑巢了 还是用大熊猫毛筑巢 听起来好神奇啊 你看那个那个那个 跳动的小鸟是不是就是金翅雀啊 对对 它是不是现在就是在那个草地上 寻觅它筑巢的材料 嗯 有一些板子更大的鸟 它们甚至会跳到大熊猫身上去 好神奇 我们真的找到了小鸟筑巢 用大熊猫毛的证据 所以我们在这儿找找 如果有受到的草没准 在受到的草里面 就能够发现有大熊猫毛的 真的啊 对啊 鸟脏病祸 天呐我找到了 我觉得太激动了 今天终于找到了 咱们的第二个飞天小道 就是寿袋 对 很有意思的是 这种鸟筑巢 它有两种色型 白色的可能就是白面 另外一种 它的尾巴和它翅膀背上 都是这种红棕色的 红色的就是赤脸 赤脸仙子 我们因为喜欢熊猫 所以要保护熊猫 所以大家都愿意把一些资源 投入到生物状态性保护上面 我们在保护大熊猫的同时 就是保护大熊猫生存 和它共同生存的 所有的这些野生动物 野生植物 所以其实很多的动物啊 都在大熊猫自然保护区内 茁壮成长 咱们熊猫基地 今天看到的快乐小鸟们 就是其中小小的缩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